约拿书一章的一节到三节中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美泰的儿子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 去躲避耶和华 吓到约帕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师去 约帕以圣经中关于约拿和大禹的故事而闻名 他反映出信仰的真相 就是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呼召 根据《使徒行传》的九章四十节记载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彼得行的这个多加复活的神迹 就发生在约帕 与约帕有关的第三个著名故事 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 彼得受启示后 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引致他的施工 以及福音传播到以色列近晚 彼得在约帕的峭壁 将西门家里的屋顶上休息时 忽然看到一群 从天上降下来的不解生物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解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彼得最后明白这一点 就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服从了上帝的声音 他以违反律法的规定 来顺服神的安排 并将弥赛亚的好消息 带到了凯撒利亚 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住所 有史以来 第一次福音的听众不是犹太人 但神悦纳他们 并赐下圣灵作为他们的印记了 悦纳不服从神 要他前往宁明威的外邦居民当中 要传达他的信息 现在通过另一个犹太人 就是基督的使徒彼得的服从 前人的软弱得到了纠正 像约纳一样 彼得也被召唤到一个敌对的外邦世界 并把上帝的爱和宽恕带给他们 感谢上帝 彼得像其他犹太使徒一样 服从了天国的召唤 因此上帝的救恩 借着人的顺服 把福音传到了地极 如今 约帕城蜿蜒油坏的小巷 到处都是工艺品店 美术馆和小摊 人们在热闹的跳蚤市场 出售古董和珠宝 这里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地标 包括钟龙和圣彼得教堂 以及现代艺术博物馆 时髦的酒吧 以及具有地中海风味的餐厅 远古以前 所罗门王就通过这里的港口 接收黎巴嫩香柏木 来建造圣殿 现在 这里已经遍布野生火和艺术文化 同时还设有美术馆 咖啡馆 书店和中东特色的娱乐场所 约帕让我们回顾圣经故事 记住上帝对人类之爱的永恒交道 在这里 也是您欣赏古今文化 壮丽景色的理想地方 感谢收看 如果您想观看该视频的完整版 或了解有关此站点的更多信息 请查看以下网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